五十岁的太子妃突然被太医诊断出了洗脉 本是喜事一桩 可这却让一旁知晓内情的儿媳 愣在了当场 原来几日前 王妃林志为了给刚流产的珍珠祈福 便来到寺庙上香 事后林志听闻后山有不少的珍贵药法 便让侍女先回府 她则独自一人上山采药 此时的林志还不知道 她一时兴起的决定 将会把她推入万丈深渊 后山中林志正为挖到一株奇珍一草 而惊喜万分 一不小心 竟然脚下一划从山间跌落 好在并无大碍 可她无意间竟进入了一处宅院 听到屋中有说话的声音 林志便好奇地凑近查看 竟发现自己的婆婆太子妃 和一个陌生男人在轻轻握握 林志顿时被震惊的何不隆祖 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我好不容易才登上太子妃之后 若是我 腹中再无几处 她若是不行 这不还有我吗 林志闻言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发出的声响瞬间被两人发现 男子拔剑就要出去查看 好在林志及时逃跑 这才没有被发现 正当屋中两人觉得是虚惊一场石 却意外发现了地上的手帕 经过太子妃的查看 这个手帕绝非平常百姓所有 而是皇室之物 一想到有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太子妃发誓一定要把人给找出来 这边林志崩溃般在森林中奔跑 一想到刚才看到的场景 林志内心无比绝望 她深知若是知晓别人的等处 将会横生或短 心中十分害怕 太子妃会找自己的麻烦 甚至睡觉时都被噩梦惊醒 王府中惊魂未定的林志 紧紧抱住自己的丈夫李潭 这时李潭突然想起 自己母妃今天传话 要两人一同进宫 林志听后一阵慌张 直到躲不过去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寝宫中太子妃拉着林志的手 闲话家常 实则是在套她的话 林志全程紧张地不敢看她一眼 本以为躲过一劫 可林志反常的表现 已经让太子妃起了疑心 等两人走后 侍女急忙前来回禀 手帕上的图案 确实是出自林志之手 太子妃文言顿时咬紧压根 心中想的怎么除掉自己这个儿戏 一月后林志按照惯例 进宫拜见太子妃 谁知刚进门 就听到了令她震惊的消息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这是喜脉 林志文言慌乱的手足无措 而太子妃从林志的反应中已经确信 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等到林志走后 太子妃立刻吩咐自己的心腹 让林志彻底闭嘴 另一边毫不知情的林志 还在院中监要 她反复思索进来发生的事情 结合之前给太子把脉的事 已经确定了她没有生育能力 再加上之前看到的场景 后知后觉的林志这才确定 太子妃腹中的孩子 根本不是太子的亲生骨肉 林志想的入了神 全然没有察觉 背后有人悄悄地打开了房门 下一秒 来人竟打晕 林志把她拖了出去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被绑住手脚 困在一辆马车上动弹不得 尽管林志害怕不已 她还是想方设法解掉了绳子 而这时马车也在荒郊野外停了下来 很显然对方是想杀人灭口 好在林志医术了得 随身带有泥药 就在刺客举起刀时 林志反应迅速 将药粉撒到了对方的脸上 随后她在逃跑的途中 故技重施 放倒了另一名刺客 不过她也因此被刺客伤了手 林志顾不得疼痛急忙落荒而逃 当她拼尽全力跑回城中时 早已精疲力尽 看到有路人经过 林志急忙拿出价值不菲的玉盆 你去 建霓王府 让他们来军王 林志说完就陷入了昏迷 可她不知道偏偏就是这块玉盆 让对方产生了剑材起义的念头 两人趁着林志昏迷 敬畏了五十两 将她卖给了最红楼的老板 这边李潭在得知林志无缘无故消逝后 大发雷霆 吩咐手下所有的侍卫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王妃 而太子妃知道林志逃走 也是怒不可遏 吩咐手下一定将人找到 想起珍珠是林志要好的朋友 太子妃便派人去探查她的口风 从珍珠茫然的反应 太子妃也确信她并不知道此事 珍珠也因此躲归一劫 此时林志已经失踪了十天 李潭还是找不到她的下落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吓人来报 他们在当铺抓到了一个 拿着剑宁王府玉佩点当的男子 李潭夺过玉佩 一眼就认出这是林志贴身所在 当即愤怒地掐住男人的脖子 逼问她林志的下落 这时男人才意识到 被她卖到最红楼的姑娘 身份大有来头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她便谎称玉佩是在城外的路上捡到 李潭文言当即命人去城外寻找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人找到 其实此时的林志还在最红楼中 因誓死不从遭遇着酷刑虐待 每日过得生不如死 最红楼老板甚至还惨绝人寰了 用铁在林志肩膀上烙子 几日来的折磨 林志再也扛不住晕倒过去 来了快二十 每个客人都被你赶跑 你今天是接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 林志心如死灰一心求死 可老保却不让她如愿 依然是重刑伺候 与此同时 李潭由于迟迟找不到林志 开始变得颓废不堪 每天都在酒楼中借酒消愁 见酒瓶中的酒没有了 李潭亮亮呛呛地叫着小二往外躲 此时林志被人用毛巾堵着 绑在椅子上抬向一个房间 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突然一阵风吹过 吹掉了她脸上的面纱 迷迷糊糊的林志 也终于有了一丝清醒 她挣扎着想要挣脱绳索 却将手腕上李潭送给自己的同心结 吊在了地上 铃铛清脆的响声 让李潭成功停下了脚步 看到地上掉落的同心结 李潭前所未有的清醒 她像是发了风一样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寻找 最红楼拐角的房间中 色蜜蜜的葛老爷 准备对林志图谋不滚 为了保住清白 林志直接用瓷片抵住了自己 我现在就死在这儿 正当林志绝望之际 李潭终于及时赶到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林志终于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光明 此刻李潭心中的愤怒 早已被点燃 老宝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可仆人却不是李潭的对手 更平复不了他心中的怒火 老宝见状一边求饶一边后腿 却被李潭一脚踹下了楼当场断气 今日之事 谁也不曾看见 若要多说一个字 家破人亡 众人迫于王府的权势 立刻跪地求饶 做完这一切 李潭转身回到了房间 紧紧抱住了林志 而林志有了主心 瞬间委屈成了泪人 李潭感受着心爱人的颤抖 眼中除了愤怒更是心疼 我以为 我再见不到你了 李潭闻言心痛不已 温柔地哄着他 随后亲手将林志掉落的童心结 重新带回了他的手腕 连熙的眼神 让林志重新感受到了温暖 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有了缓和 最终支撑不住晕在了李潭的怀意 李潭无法想象这一个愿意 林志究竟遭受了什么 随即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去 百姓们都没见过如此大的阵仗 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 等回到了王府 林志沉沉的一觉睡到了下午 李潭看着他满身的伤痕 心疼的同时 不禁好奇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当他伸手想要触碰林志 却遭到了他下意识的犯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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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我 别碰我 回过神的林志看着床边的丈夫 委屈地上前拥住了他 本以为自己的噩梦终于结束 不料这才是他悲惨的开始 林志文言压根不想回忆 那段惨痛的经历 对丈夫的询问闭口不谈 而被愤怒冲昏头的李潭 开始咆哮着质问林志 到底是谁保了他 李潭一心想要为林志报仇 可他却忽略了林志对回忆的恐惧 面对如此激动的丈夫 林志还是没有说出太子妃的命 因为他并没有证据 证明是太子妃害了自己 更害怕命令说出口会连累李潭 看着林志痛苦的表情 李潭也没有再继续追问 而是转身离开 林志害怕李潭也不要自己 害怕地摔在地上 狼狈地拉住了李潭的衣袍 祈求他不要留下自己一个人 你自己 也再去洗洗干净 李潭的话像是晴天霹雳 再一次把林志拉回了地狱 李潭终究还是介意了他的遭遇 爱是真的嫌弃也是真的 绝望的林志只能一遍遍地洗澡 希望能够洗去曾经的遭遇 直到一盆凉水浇在身上 林志终于觉得自己干净了一些 随后他又吩咐侍女 将昨日的衣裙拿来 亲手将它烧火 做完这些林志才松了一口气 而李潭为了给林志报仇 竟带着侍卫一把火将醉红楼烧掉 还鞭打着最红楼的管事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 此时的李潭丝毫不知道 他看似为林志报仇的决 却让他的遭遇 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 就连王府的下人 都将林志当成了饭后闲谈 李潭得知后竟要当场将人打死 府中林志还蜷缩在床边 期待李潭能来看看自己 我都洗干净了 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苦苦等待的林志 只能压下心头的委屈 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让下人请李潭过来 想和自己的丈夫回到从前 期间林志不停地给李潭加菜 可他却无动于衷 竟又开始询问林志 到底记不记得是谁陷害了他 林志卑微地祈求李潭不要再提 殿下 你是在恨他吗 还是恨我 林志强忍心痛 终于问出了自己耿耿于怀的问题 谁知李潭却闭口不谈 心如死灰的林志便想离开 却被李潭抓住了衣袖 这瞬间让林志如受惊的小女 捂着脖子尖叫起来 李潭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不顾林志的反对 强行拉开他的衣服 刚好看到了林志脖子上 被烙印了青楼女子的印记 李潭见状情绪崩溃的大声叫了 质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字去了 随后就要请太医来看 可林志却不想让别人发现 别 殿下 殿下 别 别让别人知道 李潭却不顾林志的挽留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 太子妃也知道 林志被救回来的事情 生怕秘密被泄露 他便打着看望林志的名头 来到了王府 此时林志已经被李潭逼得精神糊糊 他对太子妃的话充而不忍 反而一直用火给刀消毒 想要弯去脖子上的那块肉 太子妃见状不死心地一再逼问 这让本就受了刺激的林志 更加疯癫 竟拿刀刺向了自己的脖子 太子妃见状也吓得不轻 惊呼着跑出了房间 为了斩草出根 太子妃故意在太子面前夸大气词 表示百姓们都在异论 见您王妃失节的事情 太子闻言心中立刻有了定义 这边珍珠来到王府看望林志 看着精神失常的好友 珍珠顿时红了眼眶 林志 你说哭了 珍珠不敢相信 曾经那么一个善良温柔的人 为何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边太子吩咐侍卫将李潭带来 直接开门见山 让儿子修了林志 只因林志的流言不绝 已经影响到了皇室的颜面 此时的李潭才如梦初醒 若是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母妃身上 外人觉得母妃腹中的孩儿并非父王所生 那母妃会自行父王修了自己吗 不得不说李潭直接真相 太子见自己的儿子口不择言 气得怒发重关 但还是耐着性子告诉他 现在修了林志 还可以保全他的性命 若是事情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本来的只有皇上的一道秘址 那就是让林志自裁 李潭闻言这才愣在了园底 时生痛哭起来 深夜林志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找李潭 他想告诉丈夫 自己已经把身上的字去掉了 不料刚走到书房门口 屋内就传出了李潭对歌姬的怒吼 林志文言瞬间想到了那些恐怖的回忆 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李潭走出房门看到林志心中一惊 可他想起太子说的话 便狠心推开了他 不料这一幕都被珍珠看在眼里 当即气愤地给了李潭一巴掌 指责他简直妄为男子网络丈夫 李潭不愿解释转身离开 随后珍珠将林志带回了王府 林志想着曾经两人相爱的典礼 早已心如死灰 只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重回两人相识之前 珍珠听着林志的话心疼不已 安慰的话 卡在喉咙却怎样都说不出口 只能任由眼泪打湿一惊 次日李潭来到王府 林志本以为他是来接自己的 谁知却是来送和黎叔的 此时的林志已经失望后帝 最终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而醒来的林志 却意外地忘记了跟李潭所有的过往 单纯的眼神 仿佛又让珍珠看到了 那个善良的女孩 也许这就是对林志最好的选择 曾经如此相爱的两人 竟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实在是万分可惜 八两也希望天下情人都能珍惜彼此 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后悟